90后姑娘和对象在东北大山的仰慕 大家好我是小草 昨天呢我们这下大暴雨呀 这雨刚停 赶紧就来山里边采采木耳了 肯定有长出来的 但是现在少 故人的话也不划算 所以我们俩就来来采采 不过刚才小吉转了一圈 说全都冒牙子了 又得长不少 哎这还挺好的 我们俩今天这不是统和这都准备好了 先自己摘一摘 小吉忘拿防晒衣了 穿了一个寒净的防晒衣 你看这长的 哎呀这都又长出来了 这顶上这一块你看 这一块 那这边还没有长太多 因为牙子刚冒出来 还要再长长才能变成这个样子 前面那一块都变大了 有几行都变大了 我们俩呢主要是把那一块给摘一摘 像这些长得大的 就要给它摘一摘了 还有这 摘破了 我们俩就坐这了 不行呀 摘不过来 拿板凳和叉子过来的 你看这顶上长的 是不是 跟一朵花似的 你那个长得可真大 你看你那边那个长多大 这个吧 是 这时候的 这个早晚的温差大 木耳壁 反正长得也还不错 以前一段时间 比那个福耳厚 风吹过山 正可恨 我我一海 我一海 我所想 离去我 看见彩莲的这个木耳 真的很好呀 饿了吃口面包 早上的时候拿过来的 你看现在这个天 摘都已经中午了呀 鸡肉都看不出来 现在呢已经开始低了 昨天晚上一直下午 今天早上一直在下 你看又开始下来 小鸡还在那摘 我们俩都已经摘了四桶了 不想不想摘了四桶 估计也摘不了多长时间了 因为现在发生鸡了的 一会儿猪要得下大 你看那个天 这一溜一溜的 真不少摘呢 不过你看这会儿天黑了 吓人呀鸡 肯定的 这天版本下大雨 得把你挪了 这听着雨声过来呀 这在邻居就是这个样子 你知道吧 你看着雨过来 然后听着雨声过来 马上就要过来了 现在已经踢得大一点了 给 哎呀 虾太大了 一下子 真不大 大好凭吗 我的天哪 哎呀 妈呀 吓人 太大了 咱俩就撤得稍微早一点点啊 嗯 再撤一晚一点呢 那就是事了 你看这水 要么不下 要么下得可本啊 你看这做啥样呢 你干啥呀 雨暂时小了 但是你看我的妈呀 全冲倒了这一块 哎呀 这雨太猛了 从这个地方下来 看到吗 然后一直顺着这儿 然后到这儿 全冲跑了 那可不是 这儿 除了这边这一块 你看 我这边也是 全都倒了 开始干嘛 把这都给扶扶 这些袋呢 都得尽快给它立起来 不尽快立起来的话 就完了 都得在地边都捂着 常常得捂烂 我去拿个桶吧 把吊地上都捡捡 地上呢就不能捡了 都脏了 不能要 掉了不少了呀 都扔了 哎呀 地上扔的 这个损失也挺大呀 损失惨重啊 这还没有收拾完了 又下着了哈 是啊 今天这雨算是不停了 雨还大呢 啊 又下大了呀 一会儿一大一会儿一大的 我也没办法干 刚回到屋又下大了 又变成暴雨了 听听这个声音越来越大 小吉父要去弟弟看一下 因为刚才不是被冲走了吗 他在怕再被冲跑 趁这会儿雨不下 我们俩就要回创业沟了 因为今天也不用浇水了嘛 就提前回去 下完雨的山里边空气特别清新 感觉被洗过一样 就是洗过一样啊 真干净 好 好 好